蜗牛和玫瑰花树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园子 它的周围是一圈真子树丛 外面是田野和草地 有许多的牛羊 园子里有一棵玫瑰树 树下还住着一只蜗牛 这只蜗牛体内有许多东西 那就是它自己 一天蜗牛来到玫瑰树下晒太阳 它眯着眼 一脸满足地对玫瑰树说 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不止开花 不止结真子 还可以像牛羊一样产奶 我要贡献更多的东西 玫瑰树十分崇拜地问蜗牛 你真了不起啊 那您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些呢 蜗牛不紧不慢地回答 慢慢来 慢慢来 你总是那么着急 心急是不能成事的 说完 蜗牛就慢腾腾地走了 冬去春来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玫瑰树土芽抽枝 准备接孤朵开花 蜗牛也爬了出来 他看了看玫瑰树说 唉 你已经成了老玫瑰之了 你大约快要了结生命了吧 你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世界 您一点也没有为您的内在发展 做过点什么 不然你一定会另有作为的 玫瑰树疑惑地说 你把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蜗牛高傲地说 不错 看来你从来不太费神思考问题 你是否想过开花 开花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是这样 而不是另外一样呢 玫瑰树摇摇头说 没有 我在欢乐中开花 因为我只能这样 太阳是那样暖和 空气是那样新鲜 我牺牲清澈的露珠 和猛烈的雨水 我呼吸 我生活 泥土往我身体内 注入一股力量 我感到一阵幸福 总是那么新鲜 那么充分 因此 我必须不断开花 那是我的生活 我只能这样 蜗牛想了想说 你过的是一种 很舒服的日子 玫瑰树笑着说 我得到了一切 我得到了一切 但是你得到的更多 你是一位善于思考 思想深刻的生灵 你的能力让世界吃惊 蜗牛撻撻撻嘴说 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 与我身体有关的事 就够多的 玫瑰树十分疑惑地问道 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 奉献给别人吗 我只能拿出玫瑰花来 而你得到了那么多 你给了世界什么呢 蜗牛一听玫瑰树这么说 气哼哼地回答 我给世界什么 我为什么要给它 我要朝它吐口水 它是个没用的东西 它和我没关系 你老老实实开你的花吧 你也就能干这点事 让真子树解它的真子 让牛和羊产懒去吧 我的伟大在我的身体里 我缩紧自己的身体里 待在自己的躯壳里 世界与我没有关系 说完 蜗牛就缩回了自己的屋子里 哼的一声关上了门 玫瑰树愣了一下 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唉 无论我多么想 我都没有办法把身子缩回去 我必须开花 还只能开玫瑰花 等花瓣落了 风一吹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玫瑰树心里有点难过 不过 很快 它又高兴起来 我见过一位家庭主妇 把一朵玫瑰花 夹在赞美诗集里 还有一朵玫瑰花 被小孩子吻了一下 这些都叫我很高兴 这是真正的幸福 这是我的回忆 是我的生活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蜗牛和玫瑰树都成了泥土中的泥土 园子里有新的玫瑰树 也有新的蜗牛爬出来 但是他们还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里 吐着炎叶 悼念着世界与他们无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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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